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今天是大年初三初四 地球上是圆的 那这个时候呢 中国人都在出门了 开始到各个家去拜年了 主要是亲朋好友了 主要是近亲之间的相互走动了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最高兴的 因为小时候老爹老给做肘子 每到过年的时候才做这东西 肘子呢 那北方人吃的 就不像那个东坡肘子不一样 更喜欢那种北方人 东北人 北京人做的肘子 那觉得是百吃不腻 非常好吃 出国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年龄也大了 但是能够记忆当中的 还是我们时间的过去当中 在童年时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过年对中国人而言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一件事情 生活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过年的时候看了个电影《刚剧灵》 那个电影据说在国内在放 我个人建议每一个朋友 如果你有机会都看看这电影 它是几十年前二十四大战时期的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他面对自己的利益 生命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那是真正的信仰者 他来听主的声音 就是来救人的 在战场上也是来救人的 在这个钢锯岭上 据说那是二次大战 美国人死去最多的一次战役了 几万人 冲绳战役之后 那美国人打不打不了 就是打败不了日本人 才造成了后来的广 这个两核原子弹 广岛的原子弹 也就是美国人输不起了 因为日本人 日本人展现出来的军国主义 就是对生命的残杀 包括自己的生命 誓死如归 那是人说的 珍惜生命 那是神定的 这个电影里面 内在的差距就在这里 对吧 所以一个誓死如归的人 一个军国主义的人 用自己的生命 去赌博这现实环境中 虚无的虚名 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珍惜所有的生命 他珍惜一个过程 他不会按照这个 利益的角度 去选择生命 选择该救谁 和不该救谁 只要这个人 还有一口气 我就去救他 而无条件的 听从神的安排 在战争中 他依然 只要有闲暇的时间 自己就读圣经 一个没有枪的他 却救了因为有枪 而受伤的75个人 而因为他没有枪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竟然都没受伤 那死了美军几万人 他都没受伤 所以这是当时讲的奇迹 这是个真人真事 那后来战争结束之后 他得到了美国军人当中 最高的勋章 因为他一夜之间救了75个人 他的说法很简单 神帮助我 我再救一个 而同样在大点30 我们知道中国进行春晚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央视春晚 老红军造假 引发了微博屏蔽潮 我觉得有人就应该告他 全国老百姓告这个中央电视台 春晚造假 引起了网民的激烈的批评 那结果网管部门去删 所以作为今天每一个 你当天晚上看了春晚的中国老百姓 你有权利去告网络管理部门 有权利去告中央电视台 有权利去告这一台节目的最高的主管 如果是刘云山的话 春晚中主持人邀请了几位老红军老战士出席 介绍了一位86岁穿着军装的老翁 朱光斗 那央视微博称他为老红军 网民们提出 中共红军的部分是1937年8月 改为八路军 那南方部分在同年10月份改为叫新四军 所以他们推算在那个年代 朱光斗只有六岁不可能是红军的一员 因为六岁所以不是红军的一员 这是朋友们说的 对吧 大家听起来非常合情合理的 那我个人觉得我要替中央电视台喊句愿 对吧 大家记得有个笑话 说黄启光啊 是董存瑞 他妈发言 这是笑话 说这个儿子好啊 为什么死啊 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儿子 然后呢 说毛主席呢 就问当时的周恩来 说恩来啊 他们村 他们家那村是哪个村啊 红军那时候咱们路过吗 这是网上说的笑话 所以按照这位老人说六岁 所以他不是老红军 这话不严谨 对吧 这话不严谨 我相信朋友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那要是毛泽东的种 打小虫子的时候就是老红军 你对现在就叫老红军 所以六岁 长了六年了 红军才走几年呢 对不对 共产党的邪恶就在这儿 真正的邪恶 真正的龌龊的东西 所以这是反过来 咱们说的笑话了 反过来咱讲呢 谁看今天晚 这台晚会了 谁听了这段了 你可以搞它 不是打假吗 不是虚假新闻吗 不是有那么多的说法吗 所以这是一个 我说过共产党的邪恶就在于此 灌输就在于此 你以为只有今天 大年三十这个晚上的春晚里头是假的吗 你以为就在中央电视台 它是骗你的 在学校读的课本 它不骗你吗 所以这是想跟大家分享真正核心的部分 它的邪恶在于 把人作为一种侮辱的对象 把高级动物当成一种权力的象征和生命的概念 而这些本身都是假的 所以你不从内在的生命 内在的角度去认知这一切的话 你也就顶多发发牢骚 而大家能够残留下来的一个人的基本的善念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了 在春晚节目播出之后 大批观众涌到春晚和央视的微博账户上吐槽 批评他们是重大的失误 那一些网民也认为中共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也没分清 太不认真了 有些人认为央视故意造假 可是说谎的技术太低了 有人说他们没有好好做功课 其实我跟你说吧 他们没觉得有必要做功课 他们被下达的为什么老红军要出来 那叫政治任务 那叫政治宣传 有些朋友还说没好好做功课 你拿什么做功课 对吧 八年抗战改了 没错吧 毛泽东去感谢日本人 几次感谢日本人不让说 没错吧 我问你什么叫造假 什么叫技术 很粗糙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问题 根本不是技术问题 其中呢 这位老人朱光斗在节目中表演了一段快本书 说用十四年抗战来形容抗日 而不是之前的八年抗战 那大刀像鬼子头上砍去 这歌以后也不能唱了 你烧日本人的货的时候 说又来了爱国了 又烧日本人货的时候 八年跟十四年抗战 这个嘴你也绕不过来啊 对不对 那时候你会觉得舌头很别扭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共产党的宣传的概念 把老百姓当猴耍 当猴耍因为你是猴变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没什么太多有意思的说法了 它只不过从中表现出 今天中共体制当中 人是高级动物之后的 没有什么负责不负责的 大家都是挣钱话 拍春晚的这帮人 拿多少钱呢 其他都是瞎扯 这是真的 所以当价值观 这东西是真的的时候 其他都是假的 刘云山 张德江 张高丽 那我们知道 刘云山被整得一塌糊涂 一直还在检讨呢 张德江呢 透过香港的这个 港澳办的事情呢 我们也看了很多 其实张高丽呢 到反而隐身的相当厉害 就是他 他是来自于潮州的 他是广东人 所以有着那种 潮州人做生意的那种 我觉得有这种氛围在里头 那就是说 他注重的 在利益的角度来讲 他更 更实惠 惹不起 还会躲不起吗 但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消息 张高丽承认天津破产的责任 把天津变成了鬼城 《争明》杂志二号刊讲 张高丽在去年12月26、27 政治局会议上 先是自我检查 承认时 在原担任职务期间 存在着失职 独职的问题 在原地方担任 领导职位期间 存在着严重问题 是重灾区 他讲 在深圳市任市委书记 山东省委书记 天津省委书记时 留下了烂班底 对山东 天津官场腐败 天津不良债务的 导致财政破产问题 均负有责任 这是关键所在 他体现出来的 是习近平 王岐山的问责制度 他是少数 关键少数当中的一个 他被追责 从而自我检查 在地方中 从深圳到天津 进入政治局常委 整个过程 他都是一个失职的过程 但是十八大使江泽民获胜 他却在失职的过程中 成为了政治局常委 常务副总理 这是中共官场体制中 最邪恶的 他表现出来的 是江泽民体制当中 在共产党的整个的 这种官场体系中的邪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